这四个一分钟搞定的方圆脸 随手在发型学起来 早把素颜也是分为美女 你们常问的双芒花变教程 我们先把头发分成两份 再从头顶取玉璃头发 然后在它的下方再取玉璃 把两股交叉在一起 往下不断加头发交叉 到耳朵的位置 再把剩下的头发分成两股 重点来咯 刚刚最外面那一股 要往后绕放在最下面 这样耳后的头发会宽一点 更显脸小 编的时候上松下紧 最后顺着纹路扯蓬松 这样比直接变好看太多了 两边弄好就是一整个头包脸 十净都不 谁有我元气可爱呢 再戴个棒球帽也很合适 第二个也是很含蓄的高丸子头 先随便扎一个高马尾 哎呀先忽略一下我的发缝 把头顶扯蓬松一点 然后把两股拧成麻花 盘起来 这样丸子头会更饱满增高颅底 记得两边有点吁吁汗来修饰我们的脸心 哎好青春好学院啊 谁不想上早吧 我去帮你上 这种随性不刻意的低丸子头也是有小心机的 把头发分成大小两份 大份向上对着再折下来用皮筋捆住 小份头发从丸子头下面绕上去 记得范围朝上 就很随性有氛围感 这又是哪个温柔美女啊 嗯我们先从耳朵旁去量股头发 在背后打个结 然后绕到剩余头发的后面 用小平筋扎起来 把头发放到一侧 再把头顶扯蓬松 这样的侧马尾 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 背面都好看 关注辣叠日哟